如果在这张地图能跟狐哥保平 好吧 一人一个紫皮 他们说给班尾不需要相信狐哥和走停哥的实力 对不对 看一下狐哥的操作 这把对面的阵容其实还行吧 他们只是选出了自己的绝活 然后阵容上面的比之前会更加完整一点 哎呦 哎呦 不敢翻 哎 这枢没勾到 他真的敢翻了 哎真的 这钩震慑了怎么办呀 这钩震慑飞轮都没好 对啊 他最敢翻了 赌啊 小小年纪 哎呦 我稍微歪了一点 嗯 估计不好刷 完了 回到冰箱目标了 人该给我没打到刷还蛮亏的 闪现第一刀 极限给狐哥刷了点压力 用自己 用自己 但是他这种压力 哎 但这种压力 说实话呢 属于是拿 拿游戏的胜负在赌 刚才那第一刀 第一弓如果被狐哥勾到了 哎呦 完了 游戏结束 狐哥的地下室 怎么说 这个我突然之间有点放心了 但是 还是有大副的话 我觉得 呃 可以打破双岛吧 有机会打破双岛 啊 加电机还差一台半吧 我觉得 看狐哥的一个地下室安排 要封夹子吗 对 不能让他出地下室 嗯 好 哎 漂亮 而且这边夹到的是牛仔 可以再挂地下室 这一波 狐哥 能说全回来了吗 应该是 我觉得 哎呦 帅呀 狐哥 不停仅是狐哥 路头的地下室真的 应该 算是所有屠夫里面 翻牌率最高的一个点吧 对 因为路头 如果给了他放夹子的机会的话 那么 那么 那么他就可能就容易出事了 因为我闻屏 我闻屏居住 然后再找机会 这样的话他们 哎 不过全人的宝屏也能拿到紫皮的 就是他们现在能宝屏的话 也能拿到紫皮的 因为他们是刚才三跑走挺哥的嘛 所以狐哥其实还没有说守住这一关 我相信狐哥 我也相信 哈哈 呵呵呵 他留家背了已经 嘿嘿嘿嘿嘿 我听你 我听你 我现在拳头都握紧了兄弟们 他们刚才卖掉确实是最好的选择了 且他们第一波地下室就选择卖掉的话 我们事后来看应该是很好保平的吧 走挺哥你觉得呢 我觉得可以吧 嗯 求生者这边还是没有说特别的打的功力啊 感谢这四位小兄弟 啊 地下室了 哎 可以没有花不了 我还以为你带剧钱呢 没有没有 看一下狐哥听 狐哥好像带蓄力刀吧 对他带了冲动嘛 这边找到介石了 找到介石这介石有点难过去啊 对他救不了了 嗯 又来了 这波应该是看到机子不动了 选择远程放狗 找到参加 哎呀 那这等于说是 救不了啊 两人都不救不了 守两个人啊 哎这个波切放狗 走挺哥 你怎么评价 很帅很帅 就 好细致呀 当时如果 我相信大部分人应该 注意力全部在机械师身上面吧 靠点 看到了 这就是经验 哎呦 我都没想到能切个放狗 是呀 两个人守住啊 他必须两个一起来救 不然的话谁都救不下来 来回去 来回去 哎呦我去啊 这波放狗好惊啊 哎呀 可以可以 那要赢了 应该是 因为他有挽留嘛 毕竟 这是出乌鸦了 嗯 还是他哥哥哥哥哥哥 太妙了 兄弟们 点点赞 帮那个胡哥和走停哥点点关注 这波 这波学到了吗 因为 底牌这个东西是 也不一定 一定是为了切 他可以为了 某种一定的程度的真胜 去切这个技能 所以叫底牌 哎呦 胡哥这话说的 哈哈 有水瓶啊 有水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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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没有 那么肯定 我觉得肯定去小门那边了 因为路头的建构机制还是可以的 嗯 我可以往里面排一下吧 没有 我肯定就往 我肯定是往边界走 哎呀胡哥 不愧是老鹰路头啊 这又黑心又细心的 这谁打得过你啊 我应该 应该也打得过我吧 但有可能 有可能就直接在目的那边 别跑 别跑 因为我没排过目的 主要还是刚刚那句啊 就这马的话 我觉得球者这边 他们是不功利的 不功利的 不是说啊 真的平了就有紫皮 就为了紫皮 就打得那种非常功利的那种 不会像比赛里面 有些真的保平就能赢 就打得很功利 还是给到了胡哥一点机会的 就正常打嘛 又黑心又细心 描述的怎么准确 哎呀我 我觉得面是可能去红产 后目的去摸箱子 胡哥为我手下了六百块呀 咳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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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们还是很顽强的很坚韧 没有放弃任何机会 但主要是机子修不完啊 再讲机子真的修完了开门战他也没有道具 狐哥真的把狗丢出来其实咬住好像也不太可能出现两人 要走几叫 看勾了 把他飞轮交掉了 怎么说兄弟们 要不要再给这几个小兄弟一波机会 我觉得他们打得很好走天哥想不想报仇啊